9月30日 歌手永儿胡红军等人在海洋公园 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 南区音乐动感综艺晚会 永儿表示可以参加今天的节目感到非常荣幸 并很开心和大家分享 曾经乔装到主题公园玩的趣事 我就把自己乔装成 好像是戴了一个面具 然后我就以为 应该没有人认得我 然后还画了一个流血的 在口中会流血的妆 可是我一进来已经 永儿 所以我发现 真的可能要画比较特别一点 可能要把脸画烂掉 还是怎么这样子 大家还没有那么容易认出来 江菜下月16日生日的永儿 抱日前买了新手机 可没想到男朋友 为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也是手机 这让对方感到很尴尬 我就说你猜这个盒子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拆了之后 他脸色就一尘 原来他好像是准备买 帮我换电话 但是已经被我自己截足先生 永儿坦言 近期为皮肤经常出现过敏而感到烦心 有很多热心人建议 进海延后对皮肤会有效果 所以希望男朋友可以陪同 飞往死海尝试一下 很多很热心的朋友 就寄了很多视频 还是资讯给我说 可能去那个死海 去振那个海盐 好像对皮肤还不错 但是我还没有去research 就是要那个飞机要多长的旅途 所以可能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可以他可以陪我去 飞凡娱乐香港报道